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在立法會會議說 港珠澳大橋整體工程大致完成 而粵港澳三方政府已經達成共識 由開通日開始實施24小時通關 會採用三地三檢 另外香港口岸開通之後 將會提供不少過650個泊車位 給本地的私家車用 遊議員就擔心車位不夠會影響東涌的交通 這些車去到口岸區又找不到位置 很可能會擔心 在開通的初期 在我們泊車位日後可能增加的情況下 鼓勵市民多些用跨境接駁的服務 發展局和我們正在研究 日後可不可以在香港口岸區泊車位 做一個適度的調整 大橋的香港跨境私家車配額會增加到一萬 遊議員就要求運防局 估算對香港整體交通的影響 無線電視記者陳代琪報導 再多兩個人報名參加立法會3月11日的補選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畔順 早上報名參加九龍西的補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前局長陳交強 經民聯工聯會等的成員也有到場支持 建築策略都市規劃及原景界功能界別的補選 南區區議員司馬民報名參選 他說沒有必要遞交包括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 如果選舉事務處提出才會補教 目前立法會議員鄭偉傳也有意在這個界別參選 已表態參加九龍西補選 包括在民主派初選勝出的姚從業 早前香港註冊貨船被指在公海向北韓船隻輸送石油產品 造用貨船的台灣公司 接著三次向北韓偷運石油 過程被美軍拍下 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華會將會依法處理 香港註冊貨船方向永吉 因為在公海向北韓船隻轉移石油產品 涉嫌違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措施 上個月被南韓扣查 方向永吉當時由台灣公司 比利欣油品集團租用 台灣傳媒報導 公司至少三次向北韓偷運石油 過程被美軍全球英文機拍到 部分相片更可清晰見到貨船方向永吉的名字 另外兩手屬於這間台灣公司的貨船 比利欣18號和比利欣88號 涉嫌違法過程同樣被拍到 報導說美國去年10月發現方向永吉 出海之後識了定位追蹤系統 懷疑刻意隱瞞行蹤 於是派無人機偵察 在台灣總統夫早前曾經否認相關報導 不過上星期法務部首次引用支控防制法 將比利欣油品集團和東主列為制裁對象 凍結相關資金 行政院長賴清德也說會依法處理 報道說如果涉事商人被判罪成 面臨半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監禁和罰款 分析相信當局不希望事件影響台灣形象 因此要求法務部從而不處理 毛孫電視機是一層敏停報道 南北韓再開會討論下個月平昌冬季奧運安排 上方同意在開幕儀式上一齊入場 和合組女子冰球隊 但有待國際奧運會批准 民作人星期三到鎮村郡的運動員訓練中心試冊 又和運動員一起做運動 南北韓和以合組女子冰球隊參加平昌冬奧 但要等國際奧運會批准 如果城市會是南北韓第一次組隊參加奧運 民作人或若果林中見證這個歷史時刻會好感動 又相信北韓參加冬奧 是花家兩頁問題的起點 他忙這一日就在板門店 和一邊的和平之家在外會 將和北韓參加冬奧運會 上方同意開幕儀式一齊入場 北韓亦都會發二百三十團的啦啦隊參加冬奧 可惜的是 有聽到武委會代表、體育代表團和記者團等 到時經由綠綠到南韓 不過早一日 美國、南韓、日本等二十個外長 齊集溫哥華開會 討論北韓是問題 若會各國同意要加強強平壤施壓 考慮實施更多制裁 迫使北韓重返和觀察 日本外商荷野太郎說 北韓雖然釋出戰意展開對話 但不要忘記北韓正在發展核武 現在絕對不應該放寬制裁 現在絕對不應該放寬制裁 而我們不應該謹慕 對他們的願望 我相信北韓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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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很可信 美日曜外長亦有另外開會 在聯合國制裁措施以外 考慮向北韓採取單邊制裁 飛北韓電視機是 announced 老師以後說一下 到月現場 車軚快上helm 392 其實應該是在花小 protections 這裡的車軚囯件 一定要強強いうこと 會不會一個賭場用客觀或移偷了近5000萬港元的籌碼 警方正追求 大陸寶接受體檢 自願眾無特利以認知評估 這種評估全球盛行 公司人士保會介紹